大家好,我是Fiona 我是从事属于Sales & Marketing行业的 然后我自己也有在经营个人的YouTube 之前我最胖的时候应该是100多公斤 然后那时候我就配合饮食啊 运动再加上配合一些supplement 瘦了大概30公斤吧 然后现在有胖很一点 就是属于中间那一方面 当然我很快乐啦 我觉得其实不管你胖还是瘦 最主要是心态吧 只要我觉得心态好的话 身形不是一个大问题 可是当然爱美之心仍然有嘛 当然我也希望可以变得瘦一点 呃...我曾经为了筛下一个礼服 那时候我有瘦 我大概瘦到那时候 呃...都变成了M-Size 我很爱吃,可是我会调好吃的来吃 我不是什么都塞进嘴吧 我是那种属于比较挑食的吃货吧 我觉得我唯一不能抗拒的就是Cheese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西式的东西 我蛮喜欢吃麻辣的 我很喜欢吃麻辣香瓜啊 那种四川火锅之类的东西 胖不一定代表不健康 可是通常没那么健康 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胖的话行动上 比较来的不方便 可能就是稍微人家走个五分钟 你就可能会开始有一点小船之类的 其实现在我觉得市场上 也是挺多大麻的衣服 然后就可以从中去配搭 我们自己喜欢的风格 我比较喜欢类似于这样子 就是属于比较酷酷的路线 我觉得这种酷酷的路线还挺特别的 我觉得比较少大女孩会尝试于 这种比较酷的风格吧 而且我觉得可能是我的那个脸的关系 我觉得我还挺适合走这种路线的 我今天这一身打扮呢 我是走一个就是那种薄纱的路线 里面我就直接就没有穿 所以它会有一种透视的感觉 看起来更有层次 也若隐若现 然后我本人是那个比较属于离型身材 可是刚好今天这个长裙呢 配搭下去就会修饰到我的缺点 然后把整个身高给拉长的感觉 我个人是挺喜欢这种小视频的 比如手啊 景象啊之类的 其实这种视频是一个加分题 因为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简约缝 所以当你的简约缝 加上一个很夸张的视频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是很欢然一行 很不一样的感觉 那这一型的装扮呢 就是走比较甜美可爱风 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里会有荷叶边 所以就比较可爱 一个深微的就是剪裁呢 就会看起来比较销瘦一点 配搭上这些手术 我觉得就比较有特色 会比较特别 是不是 对 ط